憲哥勸秦偉回頭是岸 妮妮休學算了 秦海無涯嘛 但是回頭是岸 千萬不能那兩個字 就是selfish 自私 憲哥開始 秦偉你有沒有在聽 請原諒過去感情偏差的聲音 秦偉被八女指控 性侵怡雲延消數日 吳宗憲十日 入小明星大跟班 勸秦偉好好反省 不要只是為自己的快樂 然後造成人家的傷害 基本上 也非得要你請我願嘛 對不對 所以也祝福他 不如趕快結了婚吧 因為傳說他比較有違法 跟衛生員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真的嗎 那這樣就真的是不OK 對啊 要是真的 不用談了就進去蹲吧 對於學校的取分 出發我也都會接受 憲哥很忙 身為作弊妮妮的台藝大學長 也要表示一些看法 萬一需要休學 休學也那也無所謂 以他們的一個條件 還有家學淵源 爸爸媽媽都是藝人啊 對不對 那你拿到一個畢業證書 跟沒有拿到畢業證書 你會不會影響你的工作 不會啦 娛樂棟新聞 是要妮妮繼續靠抱的意思嗎 報導